中国的近代为何会遭遇到西方国家的入侵呢?只因在清朝末期光绪皇帝跟西方国家交流,惹没了慈禧太后,随之慈禧太后向十几个西方国家宣战,让很多狂热分子,没想到清朝的八旗子弟,跟八国联军对战溃不成军,一瞬间整个京城都失守了。 惊慌失措的慈禧太后竟然讲述出一句这样的话,华夏子民四亿人,团结抗敌,最终每人赔偿一两银色,赔偿款约四亿五千两白银,也是近代我国最屈辱的一场事件。 讲述完清朝我们看下明朝,明朝根本就不会割地赔偿,明朝跟列强交手过几次,李诗商明朝跟西方列强宁可战死,也不会投降,直到最后一兵一卒,要么胜利,要么死亡。 1521年西方列强葡萄牙航海序幕拉开,葡萄牙利用自身的优势一路侵略,直取广州,最终被汪红统兵将葡萄牙大败而归,根本就没有任何还手之力。 1523年明朝跟葡萄牙再次发生战争,葡萄牙再次战败,明和澎湖之战。 1622年,荷兰崛起也开始了侵略之路,他们想打开中国大门,将中国战围己有,荷兰战队开到澎湖,福建水都南居易营战荷兰战队,最终荷兰大败而去,明和廖罗兰海战。 1633年,明朝遭遇到几方攻击,李自成,金兵,荷兰抓好时机,袭击不见的水师,崇祯皇帝下令,严惩荷兰,明朝可以灭亡荷兰必须大败,辅周为脸将荷兰击败。 根据历史资料对比,好像明朝非常强大,为何打不过清朝,明朝能够将日本、荷兰、葡萄牙都打败?老外是这样讲述,明朝越来越衰落,根本就没有任何战斗力,但是衰落的同时还将西方列强打败,这点足以正面明朝并不是很衰落。 中国网友这样讲述,珍珍打败明朝乃是内战,清朝的崛起,也是明朝内讧的开始,孔友德将明朝大炮技术告诉了清朝,珍珍内讧之人乃是李自成,此后还出现了红成仇,吴三桂,李成栋,清朝的江山几乎都是明朝人将其攻打下来,可惜后来这些人被清朝打败而已,清朝士兵根本就击败不了明朝, 而是明朝投降的大臣将臣,清朝80%的士兵几乎都是明朝的,内讧已经将明朝打败了。